各位家長 大家好 我是家夫會理財教育中心的社工Venus 大家可以叫我Miss Chan Chan 小朋友 在另一集 Jee Lee Sir就和大家說過 儲錢就可以賣東西 發財了可以賣東西 不如今集就和大家說下賣東西 小朋友 平時你不是很多東西想買 但父母不讓你買 為甚麼 就是怕你亂花錢 你可能會說 父母都經常買東西 為甚麼我不可以 其實大人會把錢分為需要和想要 只是你沒有為意 你想想 大人會不會只買衣服買鞋 買零食和拿錢去玩 不會的 這些只是想要 你留意一下 他們都會買米 買菜 交你的書寶費 家裡的水費 電費 還有現在很重要的口罩和搓手液 這些就是需要 小朋友 先說回你 到底你想要買的東西 其實是需要還是想要 甚麼是想要 想要就是你很想要 但其實不是必要的 例如糖桃薯片 這些吃得多 真是不健康的 但你就想吃很多很多 那甚麼是需要 需要就是你每日 要帶回學校的文具 小朋友 如果你想讓大人知道 你真是長過兒子 長過女 你就要讓他知道 你懂得分需要和想要 當他給你零用錢的時候 你就真的要買真正需要的東西 小朋友 還有一件事 可以證明你真是長過兒子 長過女 就是你懂得和別人分享 和別人分享 你平時和爸爸媽媽出街的時候 是否會見到有人賣其籌款 你也可以試試 用你少少的零用錢 捐給有需要的人 這些就是真正的開心分享 小朋友 說了那麼久 讓我總結一下 當你拿到零用錢的時候 你記得要把它分成三份 就是儲錢 洗錢 和捐錢 這些我們就叫做真正 懂得理財 如果你想知道多些 親子理財教育的資訊 快點來我們 家福會理財教育中心的網站 看看吧 拜拜